教育部长吴茂坤新官上任 但马上收到昔日东华大学同事的迎新礼 东华大学教授王淳娟到北检控告 直指吴茂坤任职于东华大学时 假借校长职权乍领薪资 他三年来每一年都领将近500万这样子的钱 那一般的国立大学的校长 他的钱可以领的只有190万每年 只有这个样子 那他领人家两倍多的钱是怎样 那根本一年有六成的工作天是没有来上班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王淳娟杠上吴茂坤 指控他借着东华校长职权召开审议委员会 让自己获发额外补助 因此年薪从190万跳到500万 虽然监院调查后缴回176万元 但王淳娟认为应该缴回的金额高达804万 也提到吴茂坤另外遭到监院纠正的国发会5亿元补助 左手申请经费右手拨还给自己之后 这5亿元的研究成效在哪里 看不到 那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些顶大 5年500亿的东西 这500亿到底是拿到哪里去了 这令人愤怒 东华大学教授杠上前东华大学校长 新任教育部长吴茂坤有没有违法行为 诉诸司法代查出真相 欢迎新闻郭艳婷 陈树曼台北报道